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酷音的教案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假如像是平常的廉价或者是暑假或者是寒假 回来的时候其实我通常在上课前我会先带一个活动 但是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今天是线上的研习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假如在线上大家让彼此讨论会比较尴尬 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这个部分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这样操作下来 我觉得这可以当一个很不错的暖生活动 然后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学生 就是这些廉价这些假期都在做什么事情 我通常都会用5W1H的问题来带领学生去思考看看 然后通常我的活动设计都会是两两一组 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去问彼此 就是说What did you do? 可能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或者是Who did you go with? Where did you go? When did you go there? 我会透过这些5W1H的问题 然后让他们彼此凉凉互相交流 然后我会通常分享的时候 可能会请自愿的同学站起来分享 但他们分享的时候要练习分享对方的内容 而不是自己的内容 就是他们要分享别人就是他的伙伴的答案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他们比较可以再仔细聆听 然后通常我这样分享完的时候 我还会再问学生 就是我会听到Ryu说可能这个同学 他可能暑假 他可能这个年假去了音乐台 然后可能就问他说 好那他们刚刚有听 所以就问他们说 So where did you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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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他去了哪里 然后就是想要让他们练习 也是学习去倾听别人的内容 所以这也是我就是上课的时候 假如在廉价或者是一些暑假 寒假结束后 我会带着一个小活动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看看 对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的下一张简报 就是关于我在分享 就是库音教案之前 我想要请大家扫这个QR Code 然后等一下也会把连结贴上去 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在使用库音的时候 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些界面 对把那个连结贴上来 然后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做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先两分钟 好两分钟就请大家上去填写一下 就是在库音的界面当中 就是大家最常使用的是哪些 可能有些人使用的是游戏 有些人可能是口说 因为这可能会取决我接下来的分享 我想说看如果大家比较了解哪些部分 或者比较少用到哪些部分 哪些部分可以再多说明一下 然后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再麻烦大家可以扫QR Code 或者是连选连结上去填写 谢谢 我目前陆陆续续有收到各位伙伴的回复 有没有伙伴没有办法就是点进去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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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时间到了 还没有写完的伙伴也没关系 然后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那个 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平台 因为这个平台我觉得 我在平常上课的时候也蛮常会使用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很快的 可以找到 就是可以很快的让学生 就是完全不需要登录账号或是密码那些 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想要分享的答案丢上来 然后因为我觉得文字语有时候是个很方便的内容 然后这边上面就会写说有几位的伙伴 然后上来填写 然后总共有50位的伙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很常用的是什么 有些人会使用到学习辅助的基本学习内容 也蛮多人使用到课本站立提升包的 对蛮多人的 然后课程复习 所以教材补充包 然后还有阅读的部分 阅读他们现在的酷音平台上面的资源 也相当的丰富 然后也有很多人用游戏 对游戏 大家通常都会用听歌打字 然后还有听英文歌去学习 然后听力测验 然后AI录音 然后对这个scholastic也是阅读的部分 然后还有班级管理 我比较好奇的是写班级管理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吗 懂吗 对因为我这个部分我比较不太了解就是班级管理的部分 然后县市举办比赛 目前酷音跟各个县市也是很多县市都有办理很多比赛 而且我觉得酷音很棒的地方是他们的奖金跟奖品都很丰富 然后其实学生都还蛮乐于会去参加这些比赛的 然后这些部分有一些会跟我待会会介绍的内容 有一些有相似 然后有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都可以来看看 好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平台 就是可以快速的让就是小朋友想如 比如说老师可能想要有一些brainstorming 或者什么活动可以当入暖身活动的话 就可以运用这个平台 然后让学生很快的把一些他想要打的资料放上来 然后就可以成为一个文字云 好 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教案分享 然后让我们来一起成为副达人 然后我先讲一下我这一堂课的设计理念 其实我刚刚看到很多老师的分享 就是写说他们常使用的就是课程补充站立 就课程的补充包或者是学服的部分 然后我其实当初设计的这个教案也是一样 我主要的教案是透过第八节的课程设计 然后我希望能够加深加广的去设计 因为我只设计了三堂课的第八节 然后因为差不多段考每次就差不多要上两课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三周的课程 然后就来补充一课的进度 然后我主要就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主题单字 然后呢 这一课就是因为我选择的是国中和林的第四册的第一课 然后它的主题单字都是跟食物相关的单字 所以我就会让学生补充到更多更多 关于食物相关的单字 然后再来它的文法是关于比较级跟最高级 还有连最共词 然后呢 我希望让学生能够加深加广去认识 比较多相关的主题式的单字 所以我就会不止1200单 我还希望有一些程度好的同学 能够透过自学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库英 我喜欢用库英的平台 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 然后就有所调整 然后程度比较好的同学能够学到更多 所以他就可以透过就是再学到更多 常用800的单字 然后去练习 然后呢 最后因为我要搜文法 所以我就透过就是一个写作 简单的写作谜语练习 要让学生练习书写 然后第二部分呢 主要是对话的延伸 然后对话的延伸呢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一个课嘛 就是有单字文法 然后淘楼跟reading 然后淘楼的部分呢 就是我让学生就是运用库英平台相关的口说练习 然后呢 让他们去练习这些情境会说到的 因为这课对话的内容主要是在点餐 然后还有在餐厅一些用语 然后你要点餐 还有食物会需要说到哪一些的巨型的结构 对 然后让学生可以开口去说句子 然后还有就是让他们改写对话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阅读的延伸 因为本课的主题都是关于食物 所以我在库英平台上呢 我就挑选几本相关的绘本 然后让小朋友就是把就是去学到可能原本认识的字词 或者是不认识的字词 然后能够学到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这次阅读的方式是用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带领大家 就是让小朋友能够在一堂课之中能够学到能够看到不同本的绘本 然后待会我再细细的说 然后接下来 所以我的课程架构主要就是三个部分 刚刚有说到 单字文法的延伸就是2000单的补充 然后对话的延伸就是口硕练习跟对话的改写 然后阅读延伸就是我们有绘本欣赏和绘本讨论的部分 然后第一堂课主要就是单字文法延伸 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让大家玩 让我的孩子们玩一个游戏 然后因为这个课文内容就是关于食物 所以我选择的 对不起 现在按到 所以我选择的是一个汉堡师傅ABC的游戏 然后待会我给各位伙伴一些时间 各位老师一些时间 然后你们可以进去玩玩看 然后我也希望老师们在练习的当中 也可以想想看 有哪些游戏你觉得也可以放到 你目前教授的课程内容 或者是你以前教授过的相关的单字 或者是文法 然后在单字的智慧部分 总共有三个level 我用三个结构去跑 第一个就是智慧练功方 然后再过来是主题是智慧 然后再过来是智慧大考验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我有选择一个 大家刚刚有讲到的课本站立体身包 我选择了一个课本站立体身包相关的文法 然后让同学能够透过影片 然后一些简单的测验 能够去加强他们的能力 然后最后是谜语 然后运用 就是把让学生写的谜语 把它放在Padlet上面 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后面的这些简报是库英他们官网提供 就是库英提供的 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国中它有智慧练功方 就是它有根据就是十二年国教提供的2000单字 然后依照主题来分类 因为我这次的主题都是关于食物 所以他们是用主题来的分类 然后它的内容其实非常的丰富 然后它有中音的解析 然后还有例句 然后还有搭配词 然后还有一些完整的朗读的功能 然后非常的丰富 然后但是它其实这一个 其实就是字卡 所以我通常会让学生准备一本笔记本 然后学生要在上面做一些笔记 不然其实很多有些学生 认识就只是点过看过 就是一直这样跳跳跳看完 对但是因为我后面的课程设计 会跟他们讲说 你会需要大量的这些主题式的食物单字 所以你要好好的做准备 然后因为有一些同学 对有些同学来讲 这每一个都是重点 但对有些同学 程度好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不是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他们自己程度适合的 然后有些同学或许在时间内 也没办法完整的看完 对 然后下一个部分 就是我会先让他们run 主题A智慧练工方 然后再让他们run 主题式的智慧练习 然后主题式的智慧练习是 国中跟国小都有 然后他也是以主题来分 所以他们刚刚已经看过那些字 就是他们等于他们是warbank 然后他们就会来到这边来练习 然后主题式智慧练习比较多是像是互动型的 例如说而且内容比较多元 因为有些拖拉或配对的 就不会是那种全部都是选择题的 选择题的题目 因为接下来的第三个步骤 就是让他们智慧大考验的内容 是他们就是比较需要像是 都是四选一的选择题 然后或者是听力练习 就是程度更高难度 然后我的设计是在于学生先练智慧练工方 练完之后他可以去来到主题式智慧 主题式智慧通过的标准在于 就是那个系统上面让他认定的标准 然后如果没达到 因为酷因可以反复反复练习 所以学生可以回去看哪里错 然后再练习 然后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先完成的同学 我会允许他们可以回去玩游戏 或者是他们可以先完成他们的回家作业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回家作业 就是智慧大考验的部分 好 所以我先回到那个 酷因的界面 然后来带大家乱乱看 就是我第一堂课的这些活动的设计 好 然后大家应该大家都有酷因的账号 登入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按课程专区的国中游戏 然后我刚刚讲到的第一个游戏 就是汉堡师傅加年华 其实在游戏平台上有非常多游戏 然后刚刚我看到有很多老师有分享 就是你们有使用过的打歌选英文 有选项版跟填控版的部分 然后其实它有一些小游戏跟游戏加年华的部分 然后我那时候选的是游戏加年华的部分 配对游戏 然后这个汉堡师傅ABC 其实真的就是 然后它就冲一些单关的单字 然后那时候我们设计是当一个暖身活动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至少先对于一些 有先有兴趣然后再来认真的学习 然后我给各位伙伴一些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来我们看 今天体验一下这个汉堡师傅ABC的游戏 然后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去逛逛游戏这个平台里面 然后你去看看 因为游戏加年华里面有非常多的游戏 大家可以分享看看 就是如果你在这里面的就是游戏当中 你有发现哪一个呢 然后可以搭配可能你最近教到的课程 然后或是文法内容 然后我会把就是可以分享的 那个Padlet的连结放在上面 然后大家可以就直接就是在上面 加入 加入你 想要分享的内容 然后大家可以写游戏的名称标题 然后可以搭配什么样子的文法 或是什么样子的单字内容 然后给各位伙伴一些时间 然后我想说 因为这Padlet并不是一个作业啦 只是希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互相交流分享 然后等到下次大家如果想说 那如果下次要上什么文法 或什么单字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从这边来挖宝 然后互相找找看 有哪些内容可以使用 那一样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可能有点短五分钟的时间 好让大家玩玩看这些游戏 然后或者是5K选择玩我刚刚的游戏都可以 好 然后我的那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游戏的平台界面玩玩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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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放在单字文法的部分 没关系 如果老师还来不及完成的话 我们可以 我待会下课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再陆陆续续的 然后去游戏里面 然后去逛一逛 因为它其实游戏里面的游戏非常的丰富 然后通常我使用酷音平台 我安排作业 加薛老师请说 加薛老师您举手 请问有什么要询问的吗 好那应该是不小心按到 没关系 然后如果老师有任何疑问都可以举手 我们可以来沟通看看 然后我觉得游戏的部分 我的操作是 我通常我安排作业 然后学生完成后 我都会鼓励学生可以 就是反正就在这个酷音平台上面自由活动 因为我不会让程度好的同学 再给他们更多额外的作业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讲 有点不公平 他们觉得说 因为我程度好做得快 我就要做更多 所以我通常就是会让他们用游戏的方式 让他们去玩 好那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的那个 我继续带大家就是刚刚游戏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 刚刚游戏是我的暖身活动 然后接下来我的 教的是智慧就是大家可以点到课程国中智慧 然后进来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主题是智慧学习 然后智慧练功方跟智慧大考验 然后我的设计师我想要先让他们用智慧练功方 所以他们会先点进来这里面 然后他一样就是透过就是会考的主题式 然后用主题的方式去 然后我教的是food跟drink是饮食 所以我的安排的作业就是这边全部 所以大家待会有时间也是给大家时间点进来看看 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 就是他可以播声音 然后例句也有 然后这个是没有特别额外补充的 然后下面这边apple就有额外补充的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对就是有很多 然后他是以食物跟food跟drink都一起 然后所以我就会让学生看完这些 然后让他们练习 然后这是基本的1200单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常用800单 常用800单就比较难了 其实有时候我在使用这个 这个练功方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转移一下 就是他可能在载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让学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智慧练功方自己练 对练完之后他们的测验检视 就是他们要去到主题式智慧学习这里面 然后去学习 然后大家可能有些人有使用过主题式智慧学习这部分 但其实这边还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就这边国中1200次参考 通常我会请学生把这个点开来 但如果有老师已经本身就印给学生1200单 他可能就不需要 但因为有时候在这个主题式智慧学习里面 他很多是需要填控的 然后有些学生就想说他完全没有wallbank 他就比较难去填 所以我会请学生打开这个部分 然后学生可能就会根据我们今天练习的部分 大家有看到吗 对这个部分 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练习的这边 food and drink 这边 然后就会找到可能相对于的一些单字 相关的单字都会在这边 所以待会他就可以用这边的字库 然后来去找答案 然后他就可以进去到这里面 然后去练习食物还有饮料的部分 然后 就是看相比较简单 就是配对 然后反正学生做错了 反正学生就可以反复反复的练习 对 然后你看错了 然后就再一次 然后反正他就可以再try again 然后他就可以一直反复的练习 然后做到他对为止 然后他就会说correct 然后就正确 然后如果你一直错的一直错的话 就是我们先 等一下哦 就是简单的一些 因为他有不同的等级 有基础 然后还有越来越难的 最后他会有一个通过的分数 然后他上面会写说 通过分数60 然后学生是100 然后通过的分数都可以 或者是有老师可以直接要求 就是他们一定要100 不管怎样就要达到100 然后他可以重新再review一次他们的题目 所以他们如果哪一题错 他上面会告诉他哪里错 然后他可以再改正 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反复反复的练习 然后他有一些不同的题目 看刚刚的这是配对的 然后这个 是分类 可是学生就变成学生要自己打字 然后在进阶的部分 是选择题 就是那个叫做 就是选出不同类型的题目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主题是 智慧的学习 他这边的设计非常的多元 然后学生比较不会容易做到腻 对 然后但是学生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他们最后 也就是回家作业 就是他们要回到要完成这个智慧大考验 对 然后也是一样 我是透过主题的部分 所以是在饮食这边 然后总共有7个 所以很多 所以我会鼓励学生 如果完成刚刚主题是智慧的同学 可以先来完成回家作业 不然就是你就选择回家完成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 我带大家看几题内容 就是这种选择题的部分 然后有一些是听力题 然后我刚刚就是带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智慧的这三大类 然后同时也告诉大家说 主题是智慧里面 这边还有一个1200单的部分 然后给大家一些时间 一样三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走一走逛一逛 因为不然有时候可能 大家都没有操作过的话 很容易就会忘记的 然后一样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可以逛一逛 可以逛一逛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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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在那个他们的作品会在那个拍摄上面然后呢我就会带大家浏览然后让大家去讨论看看然后呢那上面的写作的内容就是有关于有主题式的单字还有文法就是我们的比较集跟连缀动词学生一定要使用到这些然后这就是我第一堂课的就是单字跟文法的设计然后还有就延伸 那样的课论的 labor的跟这些然后就是这样的那些小就讯了看完整个人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大家有什么就是有关于看完整个看完整个人的东西上的那样的造型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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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呢 我自己在上单字的时候也很常使用的平台 第一个是BlueKit 然后我相信有一些老师应该知道 但有些老师可能不知道 然后所以我还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BlueKit的平台 然后你搜寻在Google的网站上面 然后搜寻BlueKit 然后就可以连进来 然后就可以进来 然后免费注册 然后他可以自己创造非常多的 你就自己创造 然后你可以直接从QuizDate贿赂 对 我来新增一个好了 然后来带大家看看 对 然后可以用QuizDate的贿赂 然后有一些 但是现在QuizDate的免费功能 好像贿赂已经就是这个输出的好像已经没有了 但现在其实很多厂商现有的那些什么智慧的 等一下哦 就现在有一些厂商会有一些做好的单字表 你其实直接把它复制过来贴上去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个的部分 然后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内容 就是一样其实都是不外乎都是让学生反复去练习这些单字 这是我之前设的 然后它有不同的一些模式 对有就是这一个就是让学生就是你反正它其实都是全部都是四选一的做答题 然后我觉得在通常我教完单字的时候 如果我想要反复大量让学生在短时间能够一直一直一直练习 但是它比较局限的它就是有中英文的对照 然后学生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去反复练习 然后我蛮喜欢这个模式的 这个模式就是你答对一个题目就可以抽宝箱 然后你可以抽到可以跟人家交换金币的 然后或者是然后你可以偷别人钱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运气成分很重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跟学生讲说努力很重要 但是是运气有时候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你要先努力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后你可以才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还更多更多的宝箱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成分很重要也放进来也蛮有趣 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在真的有一些低层就有学生在这游戏当中反而有时候往往会胜出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所以这是CandyCraft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其实内容都差不多 然后但他有一些就是比较是就是团体的 像咖啡真的就是开一个咖啡店 然后就是他很多很多的活动 就是你还要你还要卖食物给同给那些来的客人 那些就是我觉得可能看老师觉得说可能老师觉得说这样子的 这一个可能比较不适合是因为他可能学生花太多时间在处理不是学英文上面 但就是看老师在设计课程当中的想法跟是什么 对然后像这个Bluebrush我最近也蛮喜欢玩的 因为他是比较是团体式的 就是他可以分组 所以当他们作答完的时候 然后他们可以选择攻击或者是防御 然后也是一样我觉得我喜欢用游戏的方式去进行活动 是因为我觉得学生往往有时候可以在游戏当中学到 并不是只有英文上面的知识 我觉得有时候游戏当中胜不胶败不奶 那些也是要他们真的去练习 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老师们可以去学习 然后教育他们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Bluekit是很快速能够让学生可以反复反复练习很多单字 然后因为他还有一些报告 最后还会有一些报告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上次我们做的 然后你看可以看得到总共有几个玩家 然后正确率多少 然后错误率多少 然后他们的错误率多少 然后还有提数多少也都放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蛮能够帮助学生检视到自己的成果 然后同时也帮助老师说到底学生学习的状况是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透过这些后台的一些资讯很快速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这是我也蛮常用的 但Bluekit目前是都免费的 所以还算OK 可以很好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之前会用的 但是它是需要收费的 叫做Gymkit 不知道有没有老师有用过 然后是这个Gymkit 然后它也是一样 但是它如果你免费注册的话 你能因为我刚今天有免费注册一个 然后就是你只能使用14天 然后一样它也是就是你可以建立一下 然后因为我想说这个可能比较少老师有使用过 所以我来直接来设立一个设立一个新的 然后带老师试试看 对然后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的 然后它可以选择封面 然后一样它也可以是用Flashcard的方式点进来 所以我们可以去你可以去找就是 像一些书商它已经提供的单字券的内容 然后去把它复制贴上 然后就直接把它贴上来 然后就直接把它贴上来 对就是我刚刚有就是复制贴上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更新 然后一样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 然后像这个就是很多它真的 因为可能振兴会要付费的关系 所以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 然后学生喜欢玩那个人跟僵尸的对抗 然后或者是不同的模式 然后我觉得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也蛮喜欢带学生玩的是这个啦 画图 对然后就是它可以学生可以选择 就是它要画什么内容 然后我觉得画图有时候有一些是名词的部分 就蛮好画 蛮适合画的 应该讲说像刚刚的那些食物的主题单字 就很适合来当作就是画图 然后你画我猜 然后学生就可以来猜猜看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就是让我直接带大家来试试看 但因为我现在这边的都是那个 我等一下我把一些真的这个有点难 对 刚刚没有挑到这应该都是比较 我们来直接然后就欢迎大家加入 然后我们可以来玩玩看 然后它可以选择说你是要多长 然后或者是你是要全部都显示给大家看吗 还是你只要显示哪些部分 就是老师们都可以在自己在斟酌 对 然后它一样就是它就是跟那些卡户 然后还Blukit一样 就是它会出现一个gamping或是一个code 然后大家就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老师们有兴趣的老师们可以加入 我们玩一下下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平台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就是去网路上面打gimkit 然后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code 然后通常在命名上面 我还是会让学生用那个作号 但是有些老师我有听过老师 有其他老师分享就是说可以让他们就是 如果他们好的话 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取他们自己的喜欢的名字 或者什么样都可以 然后我觉得 就是gamping才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他们delay 就是有时候真的在使用平板上课的时候 确实真的有一些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他拿的平板 永远都没有办法上网 然后就变成老师们都要一直等他 然后他压力也很大 然后我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好的地方在于就是他可以让就是 就是就算晚进来的同时还是可以加入进来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好没关系我们就在我再等一分钟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老师想要加入进来玩玩看的 然后我们就玩玩看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一起玩过一些东西 结果直接自己操作过 我觉得才比较知道要怎么样进行 好 那我们就开始选 他随机的选择 然后呢第一位同学就是那个 第一位老师就是Alice 然后Alice他的画面 他的介意面就会有三个 三字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选 但是因为我们这比较难是因为我们没有集图啦 但是我们学生晚的话就是 学生会直接是在我会跟他讲说 上 然后有上 你 所以大家可以再看看 然后右边 右边就是错误的答案 然后呢上面的那个碰的就代表你三字有没有答案 然后发现Amper有答对了 然后Nosa有答对了 然后对上面大家就可以设定说你要全部写单 还是直接是一个单字 或是全部都比较先出 然后呢长度也就讲 然后呢这边就是 让大家觉得 就是你要把这些B的 关掉或是关了 那时间到就是 然后答案就是 Unhappy 然后就是小朋友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就是我觉得用图像 然后呢 他们对于同学画的内容都会很有印象 然后我们再一次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最后就是会有这个 然后画画的人会有加分 然后呢 猜对的速度快慢也会有 然后呢 呃 有时候看老师看你们想要随机 或者是指定都可以 等于下面可以直接注 那有时候随机不知道什么 所以会抽到同一个人 有些同学很爽快啊 但是就是不定 好 再来试试 然后我觉得还有我自己在操作上 可能第一个就是会忘记的是 有时候可能有些单词是电影 然后会有标点图号 然后我觉得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所以大家在那个设计上面 会很乱乱的时候 好朋友就会忘记得 我家脸包 而且我都骗了 那时候要找这个 然后就会拆 然后上面的这个 一二三是这个 这个是代表整个 自由的地方嘛 自由的地方 然后旁边出现的单词 就是错误的单词 也不是正确打击的好击的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把这功能关掉 就像大家一样的 真的好 OK 所以答案是那个envelope 对 我们我们这样玩真的有点难 因为我们没有范围 但学生就是课本的内容 所以就还OK 然后呢一样 然后最后就可以结束游戏 然后就会 就会有分数 然后我通常也会用这种分数 然后来帮他们加分 对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他可以就是又再view一次 大家的那个画画 然后我可能就会稍微遮住一下 所以这是什么unhappy 然后再带大家大家再记住 所以我觉得透过图像有一些 就是 我先把它关掉咯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而且会比较有 对不起 对不起我刚刚的那个音量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看到 抱歉 抱歉 所以那个 Game Kids的部分是我都会这样用 然后它还有不同的模式 然后如果老师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先 免费的注册 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再用付费的方式 然后去用它不同的操作 然后我觉得因为图像转换 图像转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然后原本是 其实我原本一开始的用意 是想要让学生训练拼字 但我发现现在因为真的太科技了 他们其实用iPad 他们也是会自动选字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他们的世代 跟我们的世代真的很不一样 对 然后所以就是 Game only for English 我目前只有用在英文上面 我没有特别 应该也可以放中文那些进去 因为应该也可以中文中文 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 都有点像 因为它的 因为我们的 我也是中英对照 所以你应该也可以两个都是中文 只是我不知道用在其他科目上 可能老师要再去研究看看 对 然后谢谢老师的回馈 然后 所以到目前为止 第一堂课 然后我的主要的都是单字跟文法的介绍 然后还有补充就是两个Blue Kit 跟Gym Kit 然后就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然后如果 然后 那我再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把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帮忙我 就是看看那个Palette上面的游戏 然后还有单字文法的部分 然后完成一下 对 就是单字文法就是看 你刚刚觉得我提供的这些内容 有哪一些你觉得你可以拿来上课 可能可以放进来一点点使用 我觉得都可以放上去 然后 就是只是当做自己的一个 就是回馈反思 就是当做一个简单的 对 好 那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老师你说 我想问老师待会下课时间的话 会不会方便分享你之前有在Blue Kit上面设计的游戏 因为我之前有在教学演示的时候设计Blue Kit给大学生玩 然后发现就蛮多问题 然后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有想过 好巨喔 那老师你可以简单的跟我分享 你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吗 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好像是学生们 学生们看到的问题会一直反复的出现同一个同一个问题 嗯 然后 然后好像 嗯 因为他们好像会从别人那边抢金币 嗯 对 但是对方如果金币不够的话 是不是 抢了 就还要 他的画面会停格吗 还是怎么样 我有点忘记 这个部分我都没有没有听学生反应过耶 嗯 还是 然后 题目重复出现 之前我有一次遇到这样 就有学生还跟我讲说有bug 就是答案有点在右下角 嗯 因为真的只有那一次而已 其他老师您提到的就是 刚刚那个抢金币的那个问题 我之前是没有听学生分享过 我就有听学生分享说 如果他明明已经不是第一名的话 然后他还是不连交换的话 他就会变更少钱 我说这不是 这个逻辑是你本来就要有的 对 对 就是你本来你钱比较多 那你当然就不要跟人家交换了啊 对 但是其实不用 对 嗯 了解 好 那老师没关系 我们待会还是 我还是可以就是再分享一下那个blue kids的部分 好 谢谢老师 哦 有老师回复就是题目量太少 哦 可能是题目量太少 所以就是反复反复出现 因为其实你让他们想想看 我每次这样让他们run 我的学生都会回答到一百多题 就是如果十分钟或者是五分钟八分钟的话 所以可能题目也需要够多了 好 了解 谢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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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刚刚有给老师们在三分钟的时间 那没关系如果老师还是来不及完成的话 没关系那我们就下课休息十分钟 然后让老师可以完成一下就是游戏的部分 然后还有单字文法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平台的部分可能还是要让老师就是去真的是实际去摸索看看 然后动动看然后才知道要怎么样运用 对 让大家也顺便就是休息一下 然后消化吸收一下 然后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的下课时间 好 那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喝杯水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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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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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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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部分是我在分组的部分的一些技巧 因为我其实原本是已经有分组 然后我原本的分组是一直分组 但是我其实是让他们在小组先练习竞赛 然后我再依他们淘汰的顺序 然后因为我不想要让他们说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因为这样子好像比较有标签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第一名 第一位被淘汰的是Bread 然后第二位是Lappus 然后我一样用食物的名字来做变化 然后他们在依序就是等于 第一个被淘汰的可能相对于就是比较 程度比较弱需要比较弱的同学 所以就变成我原本是一直分组 然后但是因为我透过现在小组练习竞赛 然后他们后来拉出来就变同职分组了 所以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同职当中 他们比较能够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挫折感 但是我觉得在一直练习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可能就想说要帮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老师可以有时候也可以想想看 就是分组上什么时候可以适合同职 什么时候可以分成一职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师们可以参考斟酌的地方 然后我给大家就是一样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去空音的口说教训影片 看一看去挖挖宝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 然后你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挖到宝 你也可以同样的在pillet上面分享 对然后我就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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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三分钟的时间到了 然后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去 就是空音的这个平台上面 看看有不同的内容 然后呢 让可以让小朋友 就是在口说上面 有一些不同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我要继续进行到 就是口说专区练习的部分 然后我们来到 课程区的国中口说 这边 然后我主要使用的是这边 绘画小达人 然后还有这些 常用 剧情500剧 然后看动画学英文 然后我真的是一个一个进去去点选 就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的 像我可能我可以先看标题 然后看到 food and drink 然后就觉得说 这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我就点进去 然后看一下 I'm hungry 这个适合 然后他说 这跟我要教的内容主题有点像 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把这一个 课程内容放到 我所指派的功课里面 然后让学生去练习 然后一样学生也可以先听正确发音 I want some spaghetti I want some spaghetti today 然后再进行录音 然后再进行 那个 发音的分析 然后我那时候安排的内容 其实现在看得到 就是班级管理里面 就是我那时候安排的口说内容在这边 就是我让学生练习 就是我从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课程内容当中 找到了不同的 像ordering a meal 因为他们的对话就是在点餐 然后还有就是哪一个你喜欢 which do you like are ready to order 都是关于点餐这个部分 所以老师可以去斟酌 你一堂课有多少时间 然后你觉得学生的程度如何 适不适合 然后有一些像 这个 有一些就是需要 我记得有一些好像没有 看懂话学英文 对他有看懂话学英文 然后就是很简单的 yes or no 就老是可以去斟酌 就是你觉得他的长度多少 然后再进行要不要 就是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以前我记得好像成绩没有办法回录 但现在都已经有成绩了 所以酷云这个部分 也是做的已经非常完善了 所以大家在口说这个部分 也可以让学生去反复反复的练习 然后让他们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刺激 然后不同的对话剧情练习 然后去进行 然后我一样给就是伙伴一些时间 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一样大家可以去到口说的这个专区 然后去逛一逛 因为有时候我讲得很快 然后大家真的没有实际操作 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些你会常使用到的 然后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在搜寻的当中 你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我现在教的主题 然后或者现在完成式 因为现在三年已经在教 现在完成式 然后你觉得很适合的 你就把它放在一样放在Padlet上面 然后大家能够一起分享这些交流 这些资源 好 那我一样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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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不是有可以找到 你适合的表演伙伴 然后或者是可以跟他吐露心声 都可以 或者是我之前有设计过 就是让学生 就是在练习完成式的句子的时候 让他们一直反复用一些完成句子 问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哪些经验 我觉得这都是老师可以去想想看 想法这些工具运用在我们平常可能会使用到的 单字的单字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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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上面 然后刚刚刚有还有讲到的是这个语音合成工具 在这边就是可以点进来 所以这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把一段文化的文化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他这边可以有选择你到底叫音腔还是 英腔还是美国腔然后播放的人生 像男生女生然后有不同的内容 然后还有语速也有不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播放出来 然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因为老师其实也可以把课文放上去 或者是你想要什么 例如说你可能现在要出音听档案 你也可以放上去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text to speech是一个非常方便好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 也可以尝试就是把它放进去使用看看 然后最后一个讲到的是Vokey的部分 这边互动是口说小精灵 然后他其实酷音也是都已经非常的贴心了 都已经把所有所有的使用教学要怎么样注册 从怎么样注册怎么样登录全部都放在上面 所以其实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步一步的去做 要怎么样去登录然后去设计 然后Vokey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可以设计他自己的角色人物 然后你可以把音档放进去 让他念或者是你自己录都可以 我之前所设计的是让学生自己录 然后学生就会觉得说很有趣 然后最后我呈现的是 让大家一起听到 就是大家所自己设计的Vokey的角色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穿插跟不同的安排 对这是Vokey的部分 然后一样我刚刚介绍了三种 第一种就是聊天机器人 然后还有语音合成工具 然后还有Vokey 然后一样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一样逛一逛 不然我觉得可能讲完大家可能很容易 就会不小心就会忘记的 所以大家自己登录看看 走过一下路径 我觉得会印象比较深刻 好让我一样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 然后同样的我也希望大家也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在玩了就是我上课设计的这些内容 还有我刚刚补充的这些内容 如果你觉得有不错的 你也可以欢迎你就是在Palette上面写上去 我觉得Palette只是并不是一个强制的作业 只是可以让大家能够互相交流 然后同时我觉得也可以 请思一下一堂演讲 然后吸收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觉得可以放哪些进来 但当然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才有办法去回馈 所以没关系 开放让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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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辛苦大家了 我们要来到最后一堂课了 第三堂课 对 第三堂课 刚刚前面第一堂课的单字文法 然后第二堂课的对话 然后我们第三堂课 主要我的是阅读的延伸补充 然后如果你有在使用酷印的话 你会发现酷印近几年来 真的放了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读本在上面 但一样我觉得就是酷印现在平台提供非常多东西 反而我觉得老师的专业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我们适合的东西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上去选择 然后因为我的主题是食物 所以我就选了两本 就是nonfiction跟两本fiction的读本 然后放上来 然后让学生去进行阅读 然后我在阅读上面的设计是 好 然后我在阅读上面设计呢 就是我介绍了四本书的书名 然后让学生自行去选择自己想念的读本 然后呢 然后是专家小组中一起共读 然后我采用的是那个合作学习的拼图法 就是他们每一个每一组 因为我们这个班人数很少 他们就刚好16个人 所以4个人一组 然后4组 然后呢 他们这4个人 一人只能选一本 就是你想读的书 然后呢 他们如果有重复 可能看他们剪刀手部或是协调 怎么样 就是想办法去帮他们协调 就是那一组 例如说 组别一 然后呢 就是这4个人就是要读不同的内容 然后当他们选择好的时候 然后同样共读第一本书的同学 就一起到第一组 就是在额外 这叫新的第一组 就是那个那一本书 就是说 那就是 This is the way 那一组 然后呢 另外一组就是Vegetables的组别 然后下一个是Lisa的组别 然后下一个是King的组别 然后他们就会到专家小组去共读 然后共读 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对 就是我想 他们用拼图式合作学习法 然后呢 帮他们分组 然后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重复 然后他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就是他们需要从书籍当中介绍五种食物 因为我们整个 整堂课的重点就是一直在讲食物 然后他们需要包含他们的英文拼音 然后还有中文 然后呢 选择就这两本书的同学 就是要完成Story Map 他们在那个专家小组当中需要的工作是这样 就Story Map 然后等一下我会分享我的Story Map是什么 就是需要学生要找到Characters 有是谁 然后Setting是什么地方 然后Problem有什么Solution什么 然后还有整个故事的Beginning Middle跟End的 分别是维和 就学生要完成一个学习单 然后还有要介绍五种食物 然后呢 然后选择这两本书的同学呢 就那两组要做些什么事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需要完成一个Main Idea的Graphic Organizer 所以他们要有一个3Supporting Ideas跟Conclusion 因为他这一本 这两本书并不是一个就是Fiction的 所以他们有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在专家小组当中 等于他们一起读完这本书 然后还有一起完成这个学习单之后 他们要回来自己的原小组 去分享他们在专家小组学到的东西 所以回到原小组之后呢 他们需要干嘛 设计一个细节问题 一个开放问题 就是对于那本书 所以每一组都会有4个问题 因为他们看了4本书 其实这个有点挑战 然后我其实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 其实花了蛮多时间 然后确实我一堂课也并没有真的完成 就是顺利的完成 还是有占到下一堂课的一些时间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的文法重点是连续动词 所以他就是要运用连续动词来描述一下 然后接着就是他们设计完之后 我觉得让他们 因为每一个人 等于其实每一个人都看了4本书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故事了 所以他们就会互相轮流分享所设计的问题 然后再一起抢答 对 然后这一个就是他们的阅读作品 就是这个 Story Map很简单的Story Map 然后Setting有哪些 然后Character 然后Beginny跟Middle跟End的 另外一个就是Manidea的Graphic Organizer 就是有这些 他们就要完成这些内容 然后我顺便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内容的书籍是从这些专区来的 然后这些简报这系列简报也是库英所提供的 所以就是这些阅读奇幻王国跟升旗阅读之旅这个部分 它是提供一些没有版权的英文作汇本 然后国小它有提供全英跟中英版 然后国中只有提供全英版 然后它圣诞字只会加上中文的组织 然后全部都会有朗读 因为觉得朗读很重要 就学生可以用听的方式去学习 然后还都会有读后测验 所以它每一个主题不太一样了 然后像还有CLIO的读本专区 然后一样有专区特色 然后科学科的知识 所以有很多不同内容 所以那时候我有想过这会不会有一些 我在找的时候 我也想说CLIO的读本会不会有一些跟那种健康有相关 因为我想说食物跟健康有相关 但是我在里面其实没有找到相关的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乱乱看 然后还有TCM的全英读本 然后还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 然后还有scholastic bootflip 然后这一个等一下我会再花点时间 然后带大家去看看 然后这个平台本身是一个外挂的网站 然后在网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然后我先带大家看一下 刚刚我所介绍的这边国中阅读的部分 对所以我那时候怎么去找 其实我真的也是一个一个找 一个一个进去 然后觉得可能会比较有相关的内容 然后去点开看 对然后可能我觉得他跟可能有些环境教育 有可能跟环保有相关 所以我就是一个一个真的去点开来看 然后才找到这四本 就是我觉得比较相对有相关的内容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想要特别介绍这个scholastic bootflip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这边很贴心的部分 是在于他这边有一个教材清单 所以大家要在看之前 其实可以先使用这一个 然后他这个教材清单 其实也有一些次标题的 对相关于ABC 还是有什么不同的内容 就是要celebrations 或者是你觉得可能关于一些节庆的 现在这边有相关的 Easter Chinese New Year Earth 对 My food 就是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容易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直接用搜寻的方式 可能我觉得可以大标题是food 所以我就是到处找food 然后看这本确实是就是我找的 This is the way we eat our food 但是我还是会点进去看 跟我的内容的相关 像这个 How do dinosaurs eat their food 因为我觉得这内容 跟我想要就是跟学生团答的内容 好像不太相关 没有那么相关 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一本 所以大家可以买food 然后不同的 This is the way 对 然后就是有不同的内容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去寻找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这边它可以对刚刚的教材清单的部分 然后点进去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外挂的平台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一样你可以 就是选择 对 然后它其实里面的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 它就是一本 然后你可以先watch the story 然后你可以用几倍速都可以选择 然后它其实是像那种像像塔奥克一样 就一个一个跑字 所以学生其实可以跟着它一起去训 然后呢你可以再读 就是它一个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绘本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你一样也可以让它就是播 然后它播的时候还可以有不同的速度 你可以用no more slower 然后不同的方式去播 然后它有一些简单 它已经本是进程的一些单词 给你一些glue 然后你可以帮学生可以简单的去看完读本 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测验 能够去检视自己所学的内容 然后还有整个故事的内容剧情 然后前后顺序就是都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检视的测验 让学生可以知道自己 有没有稍微了解这些绘本 然后我觉得它其他的这些的网站也非常的丰富 就是它已经放上去就是关于这个主题有哪些 它觉得很不错的资源 它全部一并送给您 对所以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宝藏 可以慢慢的挖慢慢的挖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 scholastic的book fleet的部分 然后我一样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绘本 然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然后你可以想想看说 顺便也可以同时想想看说 最近有哪些内容可能有相关 可能你最近可能需要画领域 或者是用clio都可以 都可以再逛一逛 好 一样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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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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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对话改写的部分 然后绘本欣赏 然后绘本讨论的部分 就是运用合作学习的方式 然后同时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训练学生 怎么样去表达 还有聆听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训练远过于英文上的训练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以上的介组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就是上课的照片 还有一些心得 就是当他们在练习的我觉得练工坊的话 又要提供语音发音 然后可能补充一下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可以给同学更多的刺激 然后我觉得主题是智慧 就是因为托拉 我觉得他们比较可以反复练习 然后我觉得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这就是他们在padlib上面的作品 然后第二堂课 就是大家就是要反复反复的这样子一直念 然后我觉得那一幕 我真的是觉得蛮感人的 因为学生真的就是反复反复想要练 然后有些学生就说 为什么我全部都红字 他就觉得不可知心 然后一直说他觉得他是麦克风坏掉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直反复的练习 当然有时候AI还是有一些状况 但我觉得主要最主要 学生反复练习那还是学习的重点 然后这是学生的上课的照片 然后这是他们后来用平板 在阅读读物上面读本的内容 就是他们可以凑在一起 然后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书写学习单 然后学生的作品 然后这主要我其实放在我的反思内容 其实我刚刚在讲的内容多多少少也有提到 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库音平台 真的提供很多资源 但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学生的状况 然后去有所调整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我还是觉得很可惜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才三堂课时间 其实我想要放东西有点多 像对话他们改写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在发表上面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多 我没有很多时间 让学生有自评跟互评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能够有更多时间 当然可以做得更加的丰富 然后第三堂课的时候 我也觉得就是在短时间内要阅读到文本 就是新的绘本其实是需要一些难度的 然后当然在专家小组上面 有时候确实如果有一个真的比较强的人 确实是他带的走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需要 老师需要去训练学生 到底怎么样去讨论的部分 然后最后我想要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整个演讲当中有使用到的东西 就是第一个就是Canva 就是我的简报就是Canva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已经用过Canva了 因为我觉得Canva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因为我现在Canva不只我会做我的做简报 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做影片也非常方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他有学习 但不知道老师是不是知道 但前提是在于老师一定要记得 你登录的Canva一定是要教育的账号 对就是要是教育的账号 如果是你自己私人的账号就没有办法 就不会有这些很多教育版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除了这些文件 然后他重点是还有一些学习单 像是如果是国小的话 你很可能很需要让学生写一些这种字的练习 他都有 他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版本 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只要在首页 然后打例如说打alphabet 对在首页打alphabet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有非常多内容 看有这种可以书写的 然后或者是flash card 或是因为可能我们常用Canva都是用flash card 但是我们忘记他其实还有一些学习单的内容 就学习单内容也非常的丰富 然后也蛮多元蛮有趣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在Canva上面挖宝 对啊 然后像这个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Canva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有一些就是非常的美感很有美感对啊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可以透过alphabet或者是你可能最近在叫weather 有一些weather的学习单都有 就是他其实有非常多元啦 你看除了牌卡之外他其实都有他有学习单 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常看到是flash card的部分 但是他其实有学习单提供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Canva非常的好用 然后如果现在老师很多老师也会开始做影片 Canva现在自制影片也非常的方便 这是我平常上课也会常用到 然后Canva其实现在也有可以协作 所以除了大家可以用Google协作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Canva来让学生进行协作 然后还有我刚刚有使用到的mentimeter 大家可以就是登录 就是在Google上面搜寻这个 然后一样他其实现在很多平台都是可以直接跟那个了啦 Google就是直接你用Google的账户 然后这样子可以互相连接 然后他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其实老师们也可以研究看看 就是有刚刚我上课使用到的文字云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可以让学生做一些就是survey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 所以老师们也可以去玩玩看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平台方便的地方 在于他不需要登录 我觉得不需要登录就很快 像刚刚我们使用的文字云就是这样 就可以很快速的让学生想到内容 然后就可以丢上去 然后一起讨论开放式的 或者是这种就是不开放式的 他有非常多的内容 所以就是一样你可以加一个new slide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对然后你也可以是quiz都可以 对然后而且他做好他可以直接让你share 然后你可以直接有QR Code 你也不用再重新了 就是他全部都帮你设计好了 你打开QR Code他就会有QR Code 所以这样的方便 然后还有 就是刚刚讲到的Canva 就是可以做简报可以做影片 然后可以做学习单 然后Mentimeter比较是在课堂上的互奔 然后Panlet就是我这堂课在用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就是线上演讲的讲师 也都会使用Panlet 然后我这堂课在课程当中 其实我也让学生上去做 然后Panlet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模板 所以老师也可以就是登录进去 就是去注册一个账号 或是你直接用 对 对 对 这是我刚刚的模板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自己制作一个新的 然后它有不同的方式 有像电子墙的方式 或者是时间轴 然后不同的方式呈现 然后一样通常我觉得这很适合 把小朋友的作品然后直接放上去 然后要让大家同时能够一起看到 然后或是一起分享内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平台 然后就老师可能就要再架设 什么其他的平台方式 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可以一口气一览 这些内容 所以这Palette也是蛮好用的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内容 然后也就是期待老师们可以在Palette上面给我一些回馈 然后今天的演讲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其实剩下时间也欢迎大家回到我的Palette上面 然后分享一下交流一下 你刚刚持作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有哪些游戏是很有趣的 然后或者是单字文法对话口说的部分还有阅读 然后最后就是想说的话你可以给我任何的回馈都可以 对你可以或者是你想觉得我哪一部分没有讲到更细节 然后老师有更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与我分享 对然后如果老师有分享的话 别忘了记得要留下你的那个学校 然后还有你的名字 这样子就是才有办法就可以得到就是库英所准备的小礼物 然后最后是QA的时间 谢谢老师分享哦 对我也很喜欢那个Scholastic的绘本 而且我觉得他本身的那个版面建制已经很完善了 对 然后剩下就是进行到QA 看有没有老师有想要询问的部分 老师你说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功能吗 是说Canva的时间的功能吗 Canva时间的功能是他自己本身就内建的 等一下在这边有一个倒数计时器就可以点出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上来 对然后你在这个界面会有 然后你在展示简报的时候也会出现 讲一下简报如果要的话要这边三个点点 这边然后在这边显示 对 嗯 嗯